武统大港区部主席纳都斯里加玛 昨天晚上出席一项在大港举行的国证活动时 突然晕倒紧急送院 那加玛的儿子阿敏丹尼尔就证实 父亲目前还在吉隆坡太子格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但情况稳定 阿敏丹尼尔告诉马来西亚前风暴 院方还在为父亲进行血液检查 以鉴定他健康恶化的原因 加玛也是雪州国阵宣传主任 他早前曾在脸书贴文 透露自己去年7月份患上第四期肺癌 不过已经痊愈 随着昨天突然晕倒之后 专科医生正在密切留意加玛的病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